好的主播我們目前是在高雄的旗山醫院 因為在今天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發生了一起內輪的意外 是有一名四十四歲的孫子 再因為是他的阿嬤不讓他看電視 竟然是拿刀來揮舞意外的砍傷了阿嬤 也導致說這阿嬤他的右側頸部 是有三處的刀傷已經緊急送往高雄旗山醫院來救治 他那時候來就是一個大量出血醫師模糊的狀態 那我們其實值班的醫師跟當下就啟動說緊急的外傷救護 那樓上的事實上除了我們的急診醫師之外 也有樓上的外科醫師跟家務病房醫師 三位醫師聯手幫阿嬤在傷口部分做處理 主要來的傷勢是右側的頸部 就是大概有超過二十公分的傷口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傷口將我們的外境靜脈得割斷 但好在的狀況是大動脈並沒有受傷 而我們其實也在晚間的七點十幾分的時候 是有看到這名嫌犯呢 雙手被上銬由警方呢 是送到醫院來進行強制治療 而且呢社工也會進一步評估 後續將會由檢方帶回後續偵辦 那其實據了解這一起意外呢 是因為孫子他當時呢 在家裡的時候 因為不滿阿嬤不讓他看電視 竟然呢是情緒激動之下拿刀揮舞 導致說呢阿嬤的頸部是有受傷的情形 但是目前呢還好阿嬤送醫治療是沒有生命危險 但後續還是要進行插管的治療 而警方也表示說犯案工具是一把類似裁縫刀的小刀 還好呢是有割傷 而是一個割傷的情形 但是沒有造成太大的意外 但詳細的事故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以上來自高雄消息交換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